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 星雲大師在《廬山英雲》這本書中 所說的一首解語 《若能鑄蜜即如來,春至山花柱柱開,自有一雙慈悲手,摸得人心一陽平》 是宋白雲壽端禪師所寫的 若能鑄蜜即如來,修行最重要的是能鑄迷為悟,鑄邪成正 只要我們的心念一轉,轉貪青痴為界定位,地獄天堂就不一樣了 有一個老婆婆天天在這裡哭 因為她掛念去了出嫁的兩個女兒 大女兒是嫁給做傘的,小女兒是嫁給做米粉的 當天氣好的時候,她就想到買傘的大女兒擔心沒有人去買傘 那她的日子怎麼辦呢? 但是如果遇到下雨的時候,她又擔心做米粉的兒女 那怎麼辦呢?她又沒有太陽去曬,她的生活也不好過 老婆婆在大太陽,就會為買傘的這個女兒哭 當陰天下雨的時候,又會為做米粉的這個女兒在這裡哭 所以她天天哭,每個月都在這裡哭,大家都叫她做哭婆 後來偶然時遇到有一位出家人 這個出家人就對老婆婆說了 你可以將心念一轉,觀念一改就可以了 出大太陽的時候 先去想你的小女兒的米粉曬得很快,買得很多 那自然她就坐圓滾滾了 當雨下雨的時候,你就先想你的大女兒 她今天賣的傘也會賣得特別多 所以她們的生活就會沒問題了 老婆婆突然間好像明白了 天晨的時候,她就會為賣米粉的兒女在這裡笑 下雨的時候,她就會為賣傘的大女兒在這裡笑 忽然間老婆婆從哭婆變成笑婆了 從此她就笑顏常開 我們的觀念一轉,扭轉乾坤之力 就能轉凡夫為如來 春自山花廚廚開 能轉境界,轉感情,轉事情 花暗為名,轉逆為信 心地清明愉快喜悅 不是就是春天嗎? 自有一雙慈悲守 摸得人心一樣平 每個人的一雙手 不要令到她去殺人 不要去偷東西 不要去打人做壞事 我們應該要將她轉成慈悲起死的手 為人服務 然後去做善事 那一個安和下來的世間 就是要靠你我這一雙慈悲守去成就了 今天就和大家分享到這裡 阿彌陀佛 打雲 打雲 來 打雲 呻